我不认识你,这对你而言是件好事。 又来了,被我记住的人,结果都不会很好。 哼,走吧,魔音声发作的时候,最好别在我身旁。 消磨自己,撕碎敌人,便是冰刃。 人皆有魔音,或各有不同,我的情况疏为特别。 即便长寿魔音作祟,我却对此记忆寥寥。 无论是悔恨、仇怨,还是思念与恍然。 魔音发作时,我就是另一个人了。 我们借由彼此之手,达成目的。 这次将是最后一次的期许,最终都削减在察觉肉体愈合的痛苦中。 人有五名,代价有三个。 这句话,刻在我每一处伤口里。 刃的存在,唯有灰剑的刹那,才能消失片刻。 死亡何时而至,我等得有些心焦了。 比我快的武器不可胜数,但上千回的交锋后又如何? 以死之人,不知所惧。 附住魔音的绳子在他手中。 在约定的实现之前,他不会拉动绳索,但也绝不会松手。 在那个被他称之为游戏的世界里,他不放弃,便不会死去。 他一直是我们中最明白代价的那个人,但他什么都没说,什么都没做。 隐约军,我们的果报何时来临? 我们欠下的债,如何偿还? 灰剑时,身体中不觉翻涌着的幻童。 何处一剑致命,何处痛不致死? 皆拜他所赐。 你挡路了,你会带给我惊喜吗? 以掌中之剑,送你一场。 剑下不必留情。 等得太久,小心煞气枯竭。 西树,封还! 骑士已成! 四兆将至! 还不够! 好,来得好! 此番没紧,我虽求而不得, 却能,要诸位共赏! 哼! 彼岸,葬送! 这次能成功吗? 可惜,还活着。 哼,多事。 看来剑还不够快。 别无他物。 结束了。 再走近一些也无妨。 还有其他事吗? 中文字幕 李宗盛